淡水区淡海新市鎮中山北路三段十六巷当中 两旁的人行道设施就像荒废了好多年一样 搞底不平而且还没有无障碍坡道 里长说过去20年银建署在规划新市鎮 所做的人行道用到现在只是住户大楼越来越多 周边设施却没有改善 让附近居民行走都成为问题 对此今天市议员郑宇恩跟到现场会刊 并且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改善 在淡水区淡海新市鎮中山北路三段十六巷当中 可以看到两旁的人行道设施就像荒废了好多年一样 高低不平而且还没有无障碍坡道 里长说过去20年银建署在规划新市鎮 所做的人行道用到现在而住户大楼越来越多 周边设施却都没有改善 让附近居民行走都成为问题 然后因为这边原本是空地 没有这个公寓大楼大楼住户现在有了 有了你看走日子一久的话 光没有人走就会坏掉了 何况是现在已经有人在走了 已经烂得真的一塌糊涂了 你看高低不平到处都还要像这个土堆 现在一个踢来一个踢去 不晓得最后还是议员有来 刚刚议员已经命他们说一个礼拜以内要签完 里长说过去这里路灯旁边的人行道轮椅过不去 一旁的空地是准备盖大楼的建案 市府的政策是要求建商开发时一并处理人行道问题 但地主及建商推案时程遥遥无奇 现在三个社区附近有500户的住户 要长期忍受破旧的人行道设施 对此事议员郑宇恩今天更到现场来会刊 并且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改善 就是中山北路三段十六巷 这里的人行道目前为止 非常的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好 那居民有反映说他们在退娃娃车 或是退长者走路的时候 他们都必须要到大马路上面行走 那今天来办这个会刊 就是希望即便这边的建商还没有开始 这个新建这个房屋 我们也希望公所呢 好好的来维护这里的人行道的品质 毕竟这边已经开始有人住 我们也希望区公所不要把这个维护 人行道的责任一直推给 这个这边的建商 一旁的人行道还堆满了废弃土堆 市议员郑宇恩表示在会刊之后 要求环保局先立即将土堆清除 再请市府相关单位进行人行道的铺设 不过区公所目前年底经费有限 将先以应急的方式先做整理 完整的人行道重新铺设 将会在明年优先处理 还给附近居民一个完善 而且安全的行人空间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访报道 大家看下来